因為我其實大學的時候 念物理治療系 那我有當過物理治療師 我有體會過這種 在臨床直接面對病人的感覺 那在後來做研究的時候 當研究生這個 研究生的生活跟做治療師的生活 其實是差的天壤地遠 所以我一直就期待能不能有一天 能夠有一點點這個做研究的成分 然後也有一點點做臨床的成分 如果能夠結合起來 感覺非常好 所以看到多多的佛洛敏是因為這樣 忠心來的政材廣告 我就想這個很符合我的需求 所以我就嘗試 真的 我覺得麗琴老師 你真的是太適合的人選 因為你當過治療師 所以你以前說 一個治療師在做治療的時候 他的這個心情跟他的體樣 然後你帶著這樣子的經歷 可以就是用一個科學研究的角度 去切入說提供怎麼樣的資訊 然後答案給臨床工作 哈囉 大家好 歡迎回到聊音樂Feet 我是雨昕 我是Zoe 哈囉 大家新年快樂 今天是我們2021年的第一集耶 沒錯 然後也是我們睽違已久的三方訪談 聽起來就是會有一點 技術問題的出現對不對 真的 每次要三方訪談之前 其實都會有點緊張 就不知道哪一邊會出問題 其實我覺得我們好像都習慣了 就會有一點點小問題 不過沒關係 我們還是找出了替代方案 然後給他留下去 對 所以這次我們就是換成用Zoom來錄音啦 那就是Zoom錄音的這個音質品質 就沒有到那麼好 所以大家就請多多包涵啦 不過呢 這個內容呢還是一樣的棒 因為我們的來賓就是很棒 也是含金量滿滿的一集啦 好 那除了軟體以外 不知道為什麼也許那個網路也有一點問題吧 所以就是說我們三個人對談的時候 會有一點點類格這樣子 所以大家也不要覺得非常奇怪 對 聽起來就是網路不聞的樣子 那之前前一集啊 我們訪問了明明的時候 他有提到Nordal Robbins這個音樂治療的手法 也有來詢問說 哇 到底什麼是Nordal Robbins 所以我們現在就非常快地講過一次 好 跟大家說一下 Nordal Robbins Media Therapy呢 它是一種建立在音樂即心法的音樂治療 好 那是搭配兩位治療師 那其中一位就是音樂治療師了 那另外一位可能是音樂治療師 也有可能是其他治療師 因為Nordal Robbins Music Therapy 它是非常注重這種創造性 就是個案這種創造性的能力 所以呢 它音樂用的方式 其實就是剛剛提到的機心嘛 然後還有音樂治療師 它會有許多許多的自己創作音樂這樣子的素材 你有什麼要補充的嗎 Zoe 我之前看Nordal Robbins 他們做治療的時候 他們非常注重治療師跟個案之間的關係 就是Therapeutic Relationship 然後他們會看這個個案在總共10次 或是12次療程裡面 他們成長的過程 所以是非常注重過程的一個手法 而不是說就是看結果 嗯 這是我的感覺 就是過程啊 還有這種互動性都是非常強的 不管是在這個聲音音樂上 還是治療師跟個案的這種關係上面 都非常注重這些部分 好 大家有興趣的話呢 就再去多查一查這些相關的資料啦 網路上都有很多資源 好 那我們今天請到的這個 呃 王立琴王老師啊 他現在呢 在台灣的國家衛生研究院 神經與精神醫學研究中心 那這個神經及精神醫學研究中心呢 他們藉由這個中心的研究 來培育更多的精神研究及專業人員 好的 那關於王立琴王老師他的背景呢 我們等一下節目開始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些基本的介紹了 那我們話不多說要趕快進入我們今天的訪談啦 歡迎大家回到聊音樂podcast 那我們今天就來到聊音樂feed的單元啦 邀請到王立琴王老師 他在台灣的時候是念物理治療 他在研究所的時候念了音樂學 在台灣完成了碩士教育 之後呢 跑去了英國的劍橋大學 音樂與科學中心 專門來學習音樂心理學 然後呢 在完成博士學位之後 王老師他進入了英國最大的音樂慈善機構 Notre Robbins 諾朵夫羅賓斯音樂治療中心 擔任裡面的研究人員 那我們的聊音樂來賓呀 其實都有不一樣的背景 然後這次來了一個科學家來跟我們聊聊音樂治療的療效 跟他的這個科學實證背後的基礎在哪裡 很高興能夠來這邊 我是立琴 老師本身是物理治療系 嗯 是 沒錯 而且我畢業之後有 我有考上物理治療師執照 所以嚴格說起來我還是物理治療師 哦 老師還是物理治療師 嗯 對 我有當過臨床的物理治療師 大概工作了三年才去念音樂學研究所 那這中間的轉折是發生了什麼事情啊 就是怎麼會想說從物理治療師 然後跑到音樂研究所 這是兩個蠻不一樣的領域 哦 對啊 真的 真的 其實也沒有什麼特別的轉折 大概就是因為我小時候其實很喜歡音樂 但是沒有機會念音樂系 當了物理治療師之後 好像沒有什麼升學壓力了 然後也沒有什麼工作方面的壓力 就是既然有一家物理治療師執照 我可以去做一點喜歡 然後可以再回來當物理治療師 也可以做其他行業 所以我就決定要試試看這樣子 也是一位就是熱愛音樂的 現在也是科學家了啦 但過去是一位熱愛音樂的物理治療師 嗯 好像可以這樣做 但你覺得講科學家好像沒有這麼厲害 我們都覺得老師就是做到科學 就是很厲害的領域 然後幫助我們做臨床的人來找答案 對啊 我也希望自己可以成為這麼厲害的人 好像有點過獎了這樣 不太好意思 不會啦 想要問的就是 王老師在學物理治療的時候 就有聽過音樂治療嗎 有啊 有啊 那個時候的音樂治療 可能跟現在我知道的音樂治療不太一樣 但我那時候對音樂治療其實 了解的並不少 就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領域 但其實台灣並沒有音樂治療系 所以我沒有這個選項 就治療師都是從國外學回來的 雖然現在好像也是這樣子 所以從物理治療系 進入音樂學的研究所 我是覺得音樂學研究所還蠻有趣的啦 因為我們兩個從小都是學音樂系的學生嘛 可不可以也麻煩老師講講看 就是音樂學的研究所呢 他裡面的教授他比較專精於在什麼領域 然後跟音樂系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我當年考音樂學研究所的時候 其實有一個很大原因學著音樂學 而不是音樂系 其實就是因為我不是音樂課班主神的 然後其實練樂器也沒有辦法 像音樂系的學生這麼勤 所以我自己心裡有個底 我的技巧上面已經沒有辦法 像主修演奏的人這麼好 但我又很喜歡音樂 然後我很喜歡看書 所以我就是我是偶然間發現了 台大音樂學所這個網站 然後我就對音樂學這個領域蠻有興趣的 然後搜尋了一下 就知道其實音樂學蠻適合 像我這種很喜歡念書 然後很喜歡探索知識 但是對自己的演奏沒有什麼興趣 算是另外一個機會這樣子 因為台大的 剛剛好像有問到就是台大的音樂學所 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我覺得就是普遍來講 不只是台大吧 應該其他的音樂學研究所 大概也是這個走向 目前我們有三大分支 就是歷史音樂學 民族音樂學跟系統音樂學 所以簡單說起來 就是我們研究的範圍 包括了音樂史音樂文化 然後還有一些音樂分析啊 音樂美學等等 跨領域方面的研究這些 其實範疇非常非常的大 台大音樂學研究所 我覺得跟其他學校最不一樣的地方在於 我們的規模非常的小 因為我們並沒有大學的科系 然後我念書的時候也就一個碩士班 一年只收七個到八個的研究生 但是呢我們有一間非常大 中和型的大學 所以我們雖然在裡面 這麼多音樂系的學生 但我們的資源其實非常的豐富 真的 所以很方便 我們都超羨慕的 是啊我是考不上 但是我超羨慕的 那老師剛剛有講到 就是音樂學裡面有大概音樂歷史啊 然後我相信也有一些關於 台灣本身的傳統音樂的部分 對不對 比如說 一些原住民的文化啊 或是本身台灣比如說佛教 道教這些音樂 在音樂學下面可能都有 多少有一點點涉略啦 我還蠻好奇的就是說 學這些本身台灣的傳統音樂啊 對於您之後到 英國學習音樂心理學 有什麼幫助嗎 或是有什麼關聯 嗯其實我覺得關聯很大 而且不只是之後學 音樂心理學有關聯 其實在念音樂學研究所之前 我也是對多元就是各種不同的文化 很有很有興趣 然後但我覺得就是有興趣 跟真正能夠學習 還是很不一樣的事情 台大音樂所在我那個時候啊 他就有開一些比較特別的課程 就是說我們會上台灣的南館 然後我們還有古琴課 然後還有上亞洲音樂文化這一種 就是我們可以實際上去體驗這個音樂文化 就包括學習不同的記譜法 然後不同的音樂的美學 還有 是 音樂知識等等整個社會 不同的社會背景 這是一整套的 然後所以 對我來講 就是 我會學習用不同的觀點 去看音樂 或是去看人 看不同的文化 那其實英國 它是一個移民非常多的國家 對 我在台灣所學到這些傳統的音樂 其實在英國不一定聽得到 然後英國人接觸的傳統的音樂 其實跟我接觸的是很不一樣 但是 有這些 學習背景 還有不同的做研究的經驗 就是對我來說 在一個異文化下面 然後再去看其他人的文化 我就會用不同的角度去看 嗯 我好奇的是 就是 老師你跨進去學了這個傳統的戲曲 然後這些非常深刻的傳統音樂 然後對你的改變是說 你覺得你更開闊的接收 這麼多不同種的音樂 是這樣子嗎 所以你到英國學習了新的這些 也是音樂的種類 然後讓你可以更快的去接受 然後因為你有一個 比較開放的視野視角這樣子 我覺得這是其中 這是其中一部分 嗯你說的沒錯 然後還有另外其他的部分 我在想 嗯 其實有一些文化 或是有一些音樂裡面的一些元素 在其他的地方是不存在的 所以當我要學習他的時候 嗯 我就必須要就重新開始思考 這很有趣 嗯 有的時候可能是 就是學習的態度 也有改變 但也有可能是因為 嗯 我有學過不同的音樂文化 所以我本身的背景知識也因為豐富了 嗯 嗯 就是說我們去學習了別人的文化之後呢 也要知道自己跟別人不一樣的地方 或者是說我們有什麼特別 然後跟別文化有類似的地方 喔對呀還有一個我還想 我還想提就是呢 我覺得啊可能很多很多流學生 也都是這樣子吧 就是其實出國念書 但是對自己的文化其實沒有這樣 沒有這麼深的了解 嗯 真的 然後在學習就是台灣音樂的過程中 其實也會重新再複習一次台灣的歷史 然後還有很多 嗯我在想 我們以前國高中學的歷史 可能跟我後來有在學的歷史 就是又會看到新的東西 然後其實對我來講 就是我對自己的文化會更加的了解 嗯 這也是很重要 也透過研究這些 但也是屬於說自己文化的一部分 然後越來越了解自己這樣子 就是都是很深刻 但也很特別的一個體驗欸 其實我好像也還沒有 嗯 理清得很清楚 就是自己到底從這裡面 收穫到了多少 但是我一直知道就是 因為有這個過程 以後在學習的路上 就總是會碰到一些 好像有什麼熟悉的東西 在新的東西裡面 所以我知道就是台大音樂所 自己在學習的過程裡面 一定帶給我某些很重要的東西 我們剛剛呢聽到老師在台灣的學習里程 怎麼樣從一個物理治療師 然後走到了音樂學所 那我蠻好奇就是想問問看老師啊 當初在申請劍橋大學 不知道是怎麼是知道這個實驗室 然後還有申請的過程裡面有什麼碰到的挫折 或是比較印象深刻的地方 其實我經驗非常非常的幸運 因為我其實是在念碩士的時候 我去參加了一場是屬於學生的系統音樂學研討會 然後在那個研討會上面呢 他留情了Kino Speaker 就是來自劍橋大學 音樂科學中心的Ian Cross 其實這個講者 我之前就看過很多他的著作 所以我其實蠻喜歡他的 然後在現場碰到他 也覺得他人就真的很有啟發性 然後我其實本來沒有想要念博士班的 但我發現這個研討會的經驗對我來說非常的重要 因為我發現我非常喜歡參加研討會 然後我很喜歡跟大家可以一起討論的感覺 然後因為在台灣其實大部分做音樂學研究的人 都是做歷史音樂學跟系統音樂學 然後研究台灣音樂史 或是亞洲音樂文化的人非常的多 可是在系統音樂學這方面做的人非常的少 至少在音樂系或是音樂學底下的人非常的少 所以我突然就覺得眼界大開 然後我好希望就是可以有一個地方 有很多音樂人可以跟我一起對話 因為這是我之前在台灣 就沒有辦法的經驗 參加這次研討會之後 我就開始了想要申請博士班 那在隔年的時候啊 就是這個系統音樂學研討會 它就變成進草大學的音樂系主辦了 所以我就想那我一定要去看一看 於是我就去了 然後就非常幸運的是 我就參觀了這個系 然後也碰到系裡面的研究生 那當然也碰到了Ian Cross 所以我就直接問他 就說 我有興趣想申請這個研究所 然後你覺得我OK嗎 他就是給了還蠻正面的評價 我就覺得我應該有機會吧 因為在此之前我也是覺得說 就去一條大學對我來講距離好像太遠了 但是既然老師沒有拒絕我 所以我就想那我回去要完成這個申請的動作 然後所以我回去大概花了就是一個月的時間 就完成了所有申請需要的資料 然後就寄過去 然後很幸運就上了 我覺得我的經驗可能不適用於所有的人 因為我就真的是太幸運了 我已經在申請學校之前 就見過了我的指導老師 還有他的研究生 還參加 還參觀過了系統 所以好像就是命運已經安排好一樣 我就順利的進入了這個研究所 我覺得機會是準備給好的人啦 我覺得老師一定是 不管你的談吐啊 或是說你講話的內容啊 你告訴他你對他的了解一定都是 他就覺得 嗯這樣子應該就是可以 一起好好做研究的學生吧 所以他才會給你這樣子的一個暗示 謝謝謝謝 嗯我覺得很有趣耶 因為我稍微啦 有看一下老師在裡面做的研究 看到劍橋大學的裡面是說 老師做的是音樂凍爵與文化傳統的關係 我之前在台灣有學過一些本身的傳統音樂 然後呢又結合了物理治療的背景 然後再到英國劍橋裡面 然後把這些東西所有都融合起來 那現在就很好奇啊 可不可以請老師稍微講一下 你的研究主題就是 音樂凍爵與文化傳統的關係是怎麼樣呢 其實這有點承襲我那個碩士班的研究 因為我碩士班的時候就碰到蔡正佳老師 然後他也是覺得我有物理治療的背景還蠻特別的 所以他就有點就是指導我 就結合我的物理治療的專業跟音樂方面 然後所以我那個時候開始的研究 就一直跟身體動作還有音樂的感知有關 嗯 那我在博士班的時候主要是想要探討 就是我們人聽著音樂 如果跟著音樂一起動的話 我們這些隨著音樂而動的律動 會不會影響到我們對於音樂節奏的感受 很有趣 我在想像啦 音樂跟動員應該是有很大的關係 對啊 我們那個時候的假設也是這樣子 所以呢就設計了幾個實驗 其實還蠻有趣的 因為我其實設計的這些實驗 就跟心理語學的實驗很像 我就是請受測者來 然後就請他們完成我給他們下的指示 然後來看看他們對音樂的感受有沒有差別 然後發現的確音樂動作會影響我們人對節奏的感受 但是這背後還是有蠻多複雜的機制 還有譬如說什麼樣的動作會怎麼樣影響我們對節奏的感受 這個 這期間的關聯還是蠻複雜的 所以還是很需要很多研究人員投入這個心理 然後去做研究 嗯 就是利用這個研究神啦 研究神 哈哈哈哈 還是需要非常多 喔 所以啊我知道了 在聽我們Podcast的同學們就知道了吧 這也是一個音樂心理相關的研究 有一條可以研究的路 那我們也需要更多的研究神更多的同學來投入這一塊 哈哈哈哈 好 歡迎大家跳火坑 歡迎大家跳火坑 對啊 好 非常有趣 那老師在做研究的時候之後就到Norda Robbins Center 然後也繼續在做研究 對不對 那我還蠻好奇的啦 嗯 就是說在英國啊 音樂治療的狀況是什麼 我覺得 英國現在的環境喔 音樂治療師算是 跟其他國家比起來也許是比較幸運的 因為在英國我們有一個 有一個健保 欸 總之我們 我們的英國的健保系統呢 就是全額給付音樂治療 然後所以如果 沒有要做音樂治療的人 他其實是一毛錢都不用付 他就是可以 可以做這個完全 政府出錢的音樂治療 嗯 但是其實 英國他的這個健保體系下面 他給付的不只是音樂治療啦 就是他有需要做的治療 其實你怎樣去做都是免費的 像我那時候在英國生小孩 就是整個生小孩產檢 產檢到小孩出生 到小孩打疫苗 全部都是免費的 住院也是免費 就是一毛錢都不用花 然後所以這個狀況 應該跟世界上很多國家是很 但他們音樂治療也有給付 就代表他們非常認可這個專業 就是我也覺得就真的還蠻棒的齁 跟在台灣相差非常的大 然後現在在英國 他有七間政府認可的機構 來培養音樂治療師 就包括是有些學校裡面的音樂治療科系 然後我們這個Nord of Robbins 也是其中一個機構 然後他們這個音樂治療系的學生 全部都是碩士以上的學位 所以一開始老師怎麼會想要去就是 Nord of Robbins Center 就是畢業以後你就想要朝音樂治療 這個方向去研究了耶 其實我也覺得就是自己也非常的幸運 因為我除了深情研究所非常的幸運以外 我關於畢業這件事情也是非常的幸運 因為我在前論文的時候 我就有收到Nord of Robbins 他寄的真材的廣告 因為我們系上的老師 也是跟就是Nord of Robbins裡面的研究人員 是認識的 所以就這個真材廣告會寄到我們系上來 那我看到的時候我就覺得 哇天哪根本就天上掉下來的工作機會 因為我其實大學的時候那些物理治療系 然後我有當過物理治療師 我有體會過這種在臨床直接面對病人的感覺 那在後來做研究的時候 當研究生這個研究生的生活跟做治療師的生活 其實是差的天壤地遠 所以我一直就期待能不能有一天 能夠有一點點這個做研究的成分 然後也有一點點做臨床的成分 如果能夠結合起來感覺非常好 所以看到Nord of Robbins 因為這樣忠心來的真材廣告 我就想這個很符合我的需求 所以我就尝试了 真的 我覺得麗琴老師 妳真的是太適合的人選 因為妳當過治療師 所以妳以前說 一個治療師在做治療的時候 她的這個心情跟她的體樣 然後妳帶著這樣子的經歷 妳可以就是用一個科學研究的角度 去切入說提供怎麼樣的資訊 然後答案給臨床工作 我覺得 這種跨領域的人才真的是很少耶 以前我也覺得很少 但我現在覺得有可能會越來越多 因為我看到有好多音樂治療師 還有音樂研究人 他們的背景都超級輝煌 覺得就是好像大家看到這個需求也越來越多了 那我就想要問一下 關於Nord of Robbins Center 就是它是一個怎麼樣的研究中心 我想請你們學音樂治療的 是不是都會學Nord of Robbins的治療手法 是 沒錯 對 其實對我來講這個中心也真的蠻神奇的 因為我剛剛有說過啊 英國它的健保是有給付音樂治療 但我們中心並沒有拿英國健保的錢 我們中心完全就是自己募款 然後來做音樂治療 所以我們募款然後我們募到的錢 用來聘我們自己訓練出來的音樂治療師 然後來給需要音樂治療的人做免費的音樂治療 這也是很神奇 這個自給自足的中心 所以它就是也沒有在政府的下面 然後靠自己的經費 嗯 一開始成立的時候 其實他們會辦很多募款音樂會 慈善音樂會 然後大家認識的很多有名的英國的音樂人 其實都贊助過這個慈善音樂會 喔 真的喔 譬如說寫歌金被淫的這個微博 他也贊助過我們基金會 然後像劈頭寺也贊助過我們 欸這些都是大咖耶 沒錯 所以我們最近有很多的錢 現在的音樂人好像 好像賺的沒有像以前這麼多吧 就是對 就是目前呢 我們的主要經費來源 好像已經不是靠音樂家了 但我們還是靠很多英國有名的人 譬如說英國的有名的足球隊 所以這前幾年我們的中心就是收到了 來自那個Arsenal足球隊的捐款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間音樂治療室 就叫做Arsenal Music Therapy Room 哇 這個非常值得我們借鏡欸 就是我們要怎麼樣把台灣的音樂治療 整個資源融合起來 然後發展起來 你看英國的Norda Robin 他們的經費來源 從各種音樂家的贊助 然後在美國波士頓的時候也是啊 兒童醫院 他們音樂治療的薪水 就是從各界的贊助地方贊助來的 我們還有很長的一段路啊 要來學習各種的推廣啊 有 我也有看到你在那個Boston的分享 好像記得有介紹到這一部分 他們兒童醫院裡面 大概四五個音樂治療室吧 他們的薪水也都是贊助捐款而來的 嗯 那我們中心贊助的錢也是有 然後我們也有自己的募款音樂會 加一加還蠻多 對 然後我們還有開自己的課程 其實我們的音樂治療的課程很早就開始了 然後那個時候就是Norda跟Robin 就這兩個人他們成立的 然後所以他們一開始的時候有教學 那後來這個課程就被英國政府認可 然後現在就變成每年也都有收學生 我們的訓練出來的治療師可以選擇 就是自己出去外面做 然後也有一些就會跟公司簽約 然後就變成我們公司的音樂治療師 然後我們公司的音樂治療師 除了可以在我們中心的音樂治療師工作以外 絕大部分其實是散佈在英國的每一個角落 因為我們在每一個角落 我們都有跟不同的機構簽約 所以譬如說各個地方的學校啊 老人安養院啊 然後監獄啊等等 你能夠想到的 好像我們都有治療師會去這樣子 嗯嗯嗯 然後去的治療師 就是用那個Norda Robbins 這個訓練之下的治療師 然後來做治療 很酷欸 有些教授是受過這個訓練 但是我自己並沒有 特別去做Norda Robbins的訓練 知道的就是說 在這個說法裡面 他們用了很多疾心 他們用了非常多 在當下那個狀況 配合個案的動作啊 配合個案的情緒 所創造的音樂 用疾心來做介入 那我就想問問看老師啊 請問以Norda Robbins的手法 來看疾心喔 音樂中的治療 Therapy in Music 還有音樂治療 Music Therapy呢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這是一個大哉問欸 哈哈哈哈 是的 聽起來要落口令 哈哈哈哈 真的 對 但是我覺得 我記得就是我 我是在看那個 Norda Robbins他們出了很多的書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看過他們寫的書 早期啊 他們會把自己遇到的case的情況 都把他寫下來 所以他們有一些書看一下 就好像治療日記一樣 我知道他們還會做recording 然後做分析 然後好像都會 做影像的分析 對對對 我有看過一些 對啊 而且其實就是 我們當年他們在考 他們在爭裁的時候 我就去 就去面試了嘛 他們其實在面試之前呢 我們是先教了我們的書面資料 書面資料 審核過了之後 要參加筆試 筆試過了 才能夠去面試 然後他筆試的題目 就有給我們出那個影像分析 就還蠻妙的 對所以在他早期啊 Nord of Goro Robbins他們寫的書裡面 他們其實 比較少用到Music Therapy這個詞 他們是用Music in Therapy OK 那那個意思是什麼呢 對 我個人的解讀是 他們可能還不確定 什麼東西叫做Music Therapy 但是Music in Therapy 是一個比較保險 比較廣泛的說法吧 OK 所以就好像 他們其實是在做Therapy 可是是用Music來做Therapy 可能是我們後來講的音樂治療 但也有可能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們是不是覺得 這個跟音樂治療中間還是有一點差別 因為其實他們一開始的時候啊 他們用這個 他們辦的音樂活動 可能不一定是針對某一種患者的 所以如果這個活動 並不是針對某一種特定患者的話 它能不能叫做音樂治療 其實就有一點模糊的地帶 因為它很有可能 只是針對 譬如說一般的人 譬如說一般的小孩 或是一般的大人 至於這個人有沒有特定的疾病 他們可能也不太清楚 這個音樂對這個疾病 有沒有特別的療傷 我想要用那個 物理治療學的東西 來幫比喻 解釋這個Music in Therapy 和Music Therapy的不同 很棒 我們都要學 對啊我覺得我的本行 其實對我後來的想法 其實有蠻深的影響 就是常常碰到問題的時候 我就是會想到 就是以前學的東西 就因為我以前 當物理治療師的時候啊 也會有很多人問我 就是物理治療師 到底是在做什麼 我覺得音樂治療師 可能也會碰到 很多類似的問題這樣子 因為以前譬如說 有的人可能就會問啊 就是說啊 物理治療師啊 是不是就是把人家按摩啊 或者是教人家做運動啊這樣子 然後其實我們物理治療師 會教人家做運動 也會幫人家按摩 但我們跟按摩師 或是跟運動教練 還是不一樣的 對我來說 我覺得這個差別在於說 就是物理治療師 今天針對的 可能是很特性的病患 因為我們在看 這個患者的時候 我們要知道 他是什麼樣的問題 我們才有辦法 就是很明確的 做這個治療計劃 然後這個治療計劃 是非常明確的 然後是很 對症下藥這樣子 那如果一般我只是 教人家做運動的話 我的目的 可能就是讓他保養 保養身體吧 就是讓他身體健健康康的 比較不是像說 有一個很明確的問題 然後要解決這個問題 就比較general 有點像是 你今天吃藥 跟吃保健食品的不同 所以呢 對我來說 就是 音樂療師 有點像是 我們養生這樣子 好像無害的 但音樂療師 就是比較針對 比較對症 我剛剛聽老師講完以後 覺得我們看事情的 或說看病理上面啊 或是看我們的個案上面的 這個邏輯是一樣的 就是我想要先確認說 個案或這個患者 我有哪個地方要幫忙 他的這個病診是什麼 所以我要怎麼樣去做治療 那所以你就會有一個治療的目標嘛 那如果這個人沒有一個這樣子 病理上面的需求 那我就不會把它稱為叫一個治療 因為我沒有要幫助你 康復還是痊癒什麼啊 就是一開始會有這樣子的mindset 那老師在Nord of Robbins Center啊 工作了一陣子對不對 我想要問問看老師有什麼 工作上覺得最印象深刻的事情呢 或是個案 可以來跟我們的觀眾分享 好啊 我可以再介紹一下 我這個很神奇的公司 就我在裡面是做研究的吧 然後我們這個我們這個研究的團隊啊 就是也很特別 因為當時我們這個總召 就是我們研究的這個老闆呢 叫怎麼講 他就是head of research head of researcher 就總之就我們頭頭了 他那時候在招募他的團隊的時候 他就他的想法是 他想要有不同背景的人進來 因為這樣有不同背景的人進來之後 我們就可以提供不同的想法 那我們可以做同樣一個大的研究計畫 可是因為每個人的背景不同 所以我們會用不同的研究方式 來看同一個事情這樣子 然後所以他那個時候 同批招募了兩個研究員 就博士等級的研究員 一個是我 然後另外一個是人文背景的 比較人文背景的 比較會做直性研究的 那我是比較會做量化研究的這樣子 還有一些 譬如說我們有分資料分析師 然後還有研究助理 然後有一些正大念博士班的人 就是跟我們一起做研究 就是大家的背景都不太一樣 可是都跟音樂有關 就是這點還蠻特別的 所以我們在討論事情的時候呢 我們就知道 有些問題可以交給誰來負責 然後我們會每個月定期開seminar 然後大家會跟別人介紹我們的研究方法 然後還有我們譬如說以前做過的研究 所以對我們來講就是每個人也都在學習這樣子 我們這個研究的族群也常常跟音樂治療師有互動 因為其實我們並不具有音樂治療師的身份 所以我們如果想要看音樂治療的話 我們就會找音樂治療師帶我們一起去看這樣子 然後我們也可以要求 我們想旁聽音樂治療系的課程 所以如果說這個碩士班在上課的時候啊 我們就可以去問這個開課的老師 我們能不能旁聽 那通常他們都人很好 他們會在學習開始的時候 就給我們這個課程的大綱 然後我們就可以調 譬如說哪一堂課我們覺得自己想要去聽 就是想要學習的我們就可以跟著去聽這樣子 那個時候有在進行其中一個計劃 就是學校系統裡面的音樂治療 然後所以我們幾個研究員就是會找 不同的音樂治療師去看不同的學校 那有包括有一些是特殊教育的學校 然後又有一些是一般的學校這樣子 那我們音樂治療師可能就是 每個禮拜會有一天或是兩天固定在同一個學校 然後就看固定的case 從早看到完這樣子 那我們研究員就跟他一起去 然後我們會一起討論case 一起想一些就是新的idea這樣子 然後我記得那個時候 因為我的公司是在倫敦的 所以我去看的學校其實也都在倫敦 那倫敦是一個就是文化非常複雜 然後種族非常複雜 外來移民很多的地方 有一陣子我就是跟一個治療師去一個 處在於算是藝文活動蠻發達的一個區域 據治療師的說法就是 因為那個地方藝文活動非常的發達 所以他有很多的藝術家 那他們學校除了有聘音樂治療師以外 也會有很多藝術家定期去跟小朋友 做一些藝術相關的活動 譬如說話劇啊或者是舞蹈等等 然後我去那個學校的時候 我發現就是其實這個學校也是一個多元種族的學校 我覺得裡面一放眼看過去就是 什麼樣的人種都有 然後牆壁上會貼著就是世界地圖 然後跟大家說 我們這個學校有來自就是幾十個國家的學生 然後我們的學生可能家庭背景是怎麼樣 他都會就是寫在牆上 然後跟大家介紹這些學生的國家 然後這些其實對我來講是還蠻新的經驗 因為以前在台灣的時候 沒有碰過這樣子的情形 那在靳橋念書的時候 我覺得情況也很不一樣 因為其實就靳橋是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然後跟這個倫敦這種 從小多元融合的學校就是差別蠻大的 跟音樂治療師去看他治療學生的時候 就也會發現其實小朋友的文化背景 好像真的會對這個音樂治療的進行 有不一樣的需求 或是不一樣的效果這樣子 後來就是聽我們中心的音樂治療師分享 就是也知道說不管是治療小朋友還是治療比較大的人 他們也常常碰到這個情形 就是有些小朋友他可能是來自於不同的英文文化 所以他其實對於我們一般英國人常聽的歌 或是一般歐洲人常聽的歌 是英文歌曲其實沒有這麼的熟悉 然後對於某一些歐洲人常用的音樂 其實也沒有這樣的熟悉 那所以音樂治療師他其實也是一邊在學習這樣子 像是有的時候他們去帶一些活動 裡面會有一些比較有經驗的患者呢 或是客人他們甚至會把自己國家 或是自己熟悉的傳統音樂的錄音就交給治療師 然後就說治療師你可以準備這樣子的音樂給我們嗎 所以這也還蠻妙的 所以治療師他就會說他們其實就是也會在想 要不要把這些其他國家的元素融入他們的治療裡面 當然他們也需要經過實行這個步驟 然後比較有趣的就是其實在Nordal Robbins的 音樂治療師的訓練過程中 他們在訓練這個即興演奏的這個過程裡面 其實也包含了接觸不同的樂種 所以我記得我剛到的時候啊 我每個禮拜就是某一天他們的這個即興課程裡面 我都會聽到很特別的音樂 因為有的時候他們可能是在思考 因為他們說我們今天要嘗試這個重金屬啊 或是什麼樣的風格 然後下一個禮拜又是完全不一樣的風格 然後每一個禮拜他們都會有一個新的主題 這個都是可能一般只聽古典音樂 或是只聽流行音樂的人從來沒有接觸過的曲風這樣子 然後所以這個音樂治療師也不斷地挑戰自己 那因為Nordal Robbins一開始就覺得每一個人都有音樂的能力 然後只是我們不知道我們這個音樂能力到底是在哪方面這樣 我就覺得這個很有趣 就我覺得我們音樂治療中心的音樂治療師 他們好像也是不斷不斷地在尋找自己的潛能 在文化啊跟傳統上面 然後都可以影響到音樂治療的工作 然後音樂治療師也在這段期間裡面不斷地成長 老師剛剛在描述這些音樂治療師他們怎麼進行音樂治療的時候 我也是回想到我過去有一段時間 然後我們也是特別在訓練這個即興的能力 或是說在即興音樂裡面聽這種音樂的敏感度的時候 我也發現就是因為我也是國際生嘛 然後我大部分還是美國同學 然後呢我在improvise的時候 其實我就發現其實我會彈錯的音樂 其實我也不知道這個是什麼樣的風格 但是聽起來那個旋律啊那個調性 其實是跟我同學是有不一樣的 真的是每個人真的是會不知不覺地彈出你自己的音樂 然後你從哪裡來你就是會帶出什麼樣的音樂這樣子 嗯好像是耶 而且我覺得那時候會在我們中心的圖書館看那個 他們研究生寫的論文啊 他們有蠻多就是國際學生也會分析就是這個音樂治療 對於不同文化的人有什麼樣需要做調整 然後還有一些他是回到自己的國家去 然後他就發現其實在英國可以使用的東西 或是治療師的溝通方式 其實回到他自己的國家有很多是需要調整 嗯就這個好像逐漸的變成一個 在音樂治療這個領域裡面 蠻大的研究主題了現在 對這真的還蠻重要 因為現在好國際化 對啊現在很多像亞洲 亞洲國家越來越多這個 從國外輸入的音樂治療師 所以這個能力真的是越來越重要了 那麼老師是一個音樂心理學家 那從這個音樂心理學家的角度來說 你覺得音樂治療的定義 你會怎麼樣的來解釋呢 對我來說我會覺得就是音樂是 就用音樂當一個媒介來做治療 聽起來蠻簡單的 就很簡單啊 但是我覺得也很 就本質上就是這樣子 很切入本質的一個說法 有的時候會想我是不是把它想的太過於簡單 因為我每次去查詢就是 每個國家對於音樂治療的定義 其實都不太一樣 而且我覺得最神奇的是啊 因為我大學是念物理治療嘛 然後我那時候要申請研究所的時候 我的那個教的資料上 我就必須要寫我畢業的科系 那我畢業的科系就是 就是Physical Therapy 可是其實在英國啊 他們的物理治療師是叫Physiotherapy 就跟Physical Therapy是不一樣的字 對 然後所以我那時候不管是申請學校 還是我後來工作的時候 人家又看到我的履歷都會問我 就說請問這個Physical Therapy是什麼 是我們講的Physical Therapy嗎 然後因為身為一個研究人員 所以必須要有實事求是的精神 所以我就是必須要 我覺得我真的有查過 就發現不管是在就是英國 還是在美國 還是其他就主要的國家 他們學物理治療師的學生 他們大學其實修的科目都是一樣的 然後我們用的物理治療師 所有專業的科目也都是一樣的 那基本上就是不管是Physical Therapy 還是Physical Therapy 就是一樣的東西 就是沒有疑問的 所以我可以就是很有信心的 在英國跟人家說對沒有錯 我大學學的就是你們講的Physical Therapy 然後但是就是音樂治療師 不一樣的情形喔 我那時候就查了 即使是在英國 他的不同的學校 音樂治療師受的訓練也是不一樣的 然後英國跟美國 還有就是其他國家 他們音樂治療師其實 好像差別還蠻大的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樣子的感覺 就真的是這樣子 我們的這個領域實在是相當的 這個umbrella這個範圍 是真的是蠻廣的 然後如果你要找到一個很inclusive 很全面的一個解釋的話 我覺得像你剛剛回答真的是沒錯 就是用音樂是一個媒介 那你會做出來的治療 也依照於你的這個治療目標 你是在於心理的 還是你在於比較復健的 還是你真的是在於這種 比較特殊教育社會性的 這些分類說 那這樣子的治療是什麼 就再加上一個音樂治療師 他的能力上面 他會怎麼樣使用這個音樂 所以這個真的是 真的是一個很難的問題啦 對 因為我也是走過蠻多國家 然後在不同的國家看到 音樂治療師白白種欸 有非常多的樣貌 然後非常多的樣子 所以真的是很難用一個 很大的定義來說 什麼是音樂治療 對 我還想分享一件事 就是有一次我到我們音樂治療中心 就聽到這個治療師傳來 就非常非常好聽的鋼琴聲 然後我就跑去偷看 就發現是我們治療中心的一個 治療師在那邊練琴 然後我就問他說你在彈什麼 他就跟我說 嗯 他昨天聽到的一首很好聽的歌 所以他今天另行把它彈出來 他跟我說他不會看五線譜 但是他聽了他就可以把它彈出來 然後我就覺得 哇這就是在我們這個音樂學裡面 有念到過的確有的人 不會看五線譜 但是也可以當音樂家 這居然出現在我們治療中心 我就覺得好神奇 哈哈哈哈 其實蠻多 我以前在美國的時候 也看到一些像盲人啊 他們也是 就是用另外一種方式學音樂 像每一個人 他說approach a world in a different way 每一個人認識世界的方式不一樣 所以學習的方式也不太一樣 對啊對啊 所以我們每次也在 就是由音樂治療師的角度來看 根據不同的個案不同的狀況 然後我們就盡量是去看人家會的東西 就是英文上面啊 他們以前也是有爭議嘛 就是 disability 我們不是看人家 不是看人家disable的部分 我們去看人家able他們會的東西 然後呢 沒錯 再從那個地方去發展 這跟我學物理治療的時候 是同樣的歷程 喔真的齁 對啊 就是這對我印象也還蠻大的 因為其實以前我可能還不到20歲 就是上大學的年紀 然後跟著去見習 然後我還記得 印象中有一次吧 我們去做那個 就是叫什麼睡療 然後就看到 就有一個應該是 一隻手臂的神經受傷的病人 然後他在做就是睡療 就是我們在一個很大的游泳池裡面 然後在裡面游這樣 然後我們那時候是一群學生去見習 所以我們就上去聽他講 然後那時候就覺得 哇這人好可惜 因為他一隻手不能夠動這樣子 然後就是他看起來非常開心 然後他就跟我們說 就是 你們不要看我一隻手不能夠動 就其實我人蠻好的 我可以游得非常好這樣子 後來那一堂課學到了 就是我們要看他 有的功能 而不是他失去的功能 經驗老到了 就是的確就是 我覺得這也是要練習 就是一開始是學習到 再來就是要練習 然後你才能夠真的 就是看見 看見就是有的那部分 我也是在這個學習的過程中 或說成為一個治療師的過程中 就是學習換一個角度 看待我的個案 或看待這個疾病 現在是我成為一個專業的音樂教師 但是我怎麼樣去欣賞其他治療專業 就是大家是怎麼樣去做治療 或怎麼樣在看待療法這樣子 然後有什麼優點我可以去學 真的是學習很多耶 尤其我覺得就是對音樂治療師來講 可能又有更多要學習 因為我覺得音樂治療 就是音樂本身它是文化 還有每個人的背景都有關係 而且音樂本身就是一個 學不完的東西 對所以你們真的要學很多東西 這個學習能力變成是一個 音樂治療師必要的能力之一的 並不是說好像是一個bonus 你有的話你會更好 不是是你需要這樣子 你才能繼續在這個質疑下面發展 因為音樂治療這個專業在台灣 還沒有很普及 那也沒有正式的一個執照 但是其實我可以感覺 音樂與科學相關的研究啊 越來越多 我就想問問看老師啊 就是一路上走過來 你覺得在台灣有哪些大學 或是在什麼系的下面 可以找到音樂與科學相關的論文發表 像音樂與科學因為它範圍很大 那我自己比較熟悉的就是 音樂心理學的領域 那我現在比較知道的像是清大的 音樂科技與健康研究中心 它有一個學程 然後中央大學也有一個 音樂與聽覺任職研究室 然後陽明大學的腦科學中心 就是有一些老師對這方面是有興趣的 所以像是謝仁俊老師還有陳立芬老師 都有做一些研究 然後中研院也有蘇里老師 然後他最近好像也蠻常在台灣的音樂學演堂會出現 我記得我以前在Nord of Robbins工作的時候啊 我有一個美國同事 那時候他是在念博士 然後他的研究是跟產前產後憂鬱症有關 然後他就跟我分享啊 他說如果你不要執著於音樂治療 你只執著於音樂跟健康的話 那你會發現其實有很多很多相關的論文 都是從台灣發出來的 然後他跟我講這件事的時候 我其實蠻驚訝的 因為我其實本來對這方面不太清楚 所以我就查了一下 然後就發現的確在台灣 其實有蠻多醫學院 尤其是護理學系 他們有做很多跟音樂有關的研究 但是他們不一定是用音樂治療師來做 其實大部分只是去放放音樂或唱唱歌 並沒有利用音樂治療至上專業 所以這些文章 恐怕不能夠歸類於音樂治療的研究 但是他們也都跟音樂有關 我覺得台灣其實做音樂與科學研究的人 還有研究的機構 說多不多 但是說少好像也沒有很少 只是都蠻零散的 可能就意見大學裡面會有幾個老師 對這方面有興趣 但是他的研究是 又並不完全是做音樂與科學相關的研究 所以可能要搜尋的時候 比較難搜尋 但有越來越多人在做 聽起來好像是 有這個趨勢 就是大家都有一點興趣 那我會覺得 其實像我們音樂治療師 我們也是很想要跟大家一起合作 就是我不知道說 像老師以前在倫敦 有這樣的工作經驗 一個跨領域的合作經驗 那我們要怎麼樣 就是把類似的模式也放到台灣 或者就是說 你覺得在台灣可以想像到 未來可以有怎麼樣的 跟音樂治療師的合作模式呢 其實台灣要做合作 比在英國來講 應該是更容易採對 因為台灣比較小 而且我們現在有高鐵 所以交通超級方便 就算是一個人在南部 一個人在北部 其實高鐵當天來回都不是很問題 其實在英國 還因為我們的交通不是很方便 所以我們用了蠻多 是用視訊的方法來做討論的 所以其實有很多機構 會利用視訊的方式來做討論 就不一定是面對面 但是在台灣我覺得還蠻好的 就是不管是用遠距還是近距離 其實距離好像沒有這麼遠 也許可以不同領域的人 試著就是把這個心胸放寬一點 因為我覺得就是每個學科之間 我們所使用的語言 還有我們熟悉的研究模式 其實不太一樣 所以我們剛開始要討論的時候 可能每個人都非常有興趣 可是講到要執行的時候 其實還是蠻困難的 因為我們彼此對彼此的專業 其實都不是很熟悉 而且可能都會有一些學科之間的成見 對於不熟悉的事情 可能已經有先入為主的觀念 然後這樣就比較難做合作 我覺得也許可以 比如說開一個像是研討會這樣子的meeting 然後裡面可能有一些session 是讓不同領域的人有機會 每個人都講到話 然後這個話題可以更明確更深入一點 然後慢慢的了解彼此 然後再來思考要怎麼樣合作 這是個好主意 就是最重要還是大家這個mindset 可不可以敞開心胸 學學看其他專業人們用的書語 然後大家可以一起來 以及思廣益 一起來對話 有這個對話的存在 這很重要 不知道老師啊 在台灣 目前是在台灣嘛 那有觀察到音樂治療的發展 有怎麼樣的趨勢 或者是說 有什麼要來鼓勵鼓勵我們音樂治療師 因為我們頻道還蠻多音樂治療師在聽的啦 就是覺得我們有怎麼樣的大方向可以前進 所以我覺得你們這個平台真的非常好 然後我也有 我也有注意到其實現在有蠻多的音樂治療師 也都有自己的粉絲頁 然後也都用不同的方式在跟大家介紹 音樂治療這個專業 然後我覺得這個出發點非常非常好 因為我覺得在我出國之前啊 雖然我有聽過音樂治療 但我相信我跟很多很多台灣的人一樣 我們只對這個專業很有興趣 但是不夠了解 然後現在介於就是專業的音樂治療師 還有從不同國家回來的音樂治療師 來跟大家現身說法 然後可以跟大家講更多的事情 我覺得會有更多人認識這個專業 然後只要有更多人認識這個專業 更多人對這些事情有興趣 他的關注度夠的話 他就有機會在台灣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雖然說現在健保還沒有幾副音樂治療 但也許因為大家關注的夠多 可能有些人碰到需要的時候 就知道要去尋求治療師的幫助 然後不管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 只要這個關注度要先起來 然後大家要先了解這個專業 然後才會有機會就是慢慢的 這在我們的社會體系 然後在不同的機構裡面發展下去這樣子 嗯這也是我們大家 一直在努力的目標啦 大家就先比如說透過Social Media的力量啊 粉絲頁 臉書 Podcast的頻道 讓大家先知道什麼是音樂治療 然後再慢慢的建立起這個社會制度 我下一個問題就想要回到老師 你的專業身上 就是現在你回來台灣 有開始就是一些教學嗎 那你覺得你在教現在台灣的學生 然後你是一個這麼跨領域的一個專業人才 那你覺得學生在學習你教授的這些內容啊 或是說對待看待你這個跨領域的這個過程 他們的反應或他們接受程度 你覺得怎麼樣啊 其實我現在回台灣 其實只有受邀就是去給一些演講而已 就一些分享而已 所以說教學好像沒有到這樣子 我只覺得有一點害羞 不過就是跟台灣學生有一些接觸了嘛 就雖然還沒有到很深刻的這樣教學 但是說接觸到一些台灣的學生啊這樣子 我覺得台灣學生對於跨領域的學科態度 還有接受程度都蠻高的 而且還蠻積極的 所以每次其實跟學生分享的時候 我都也收到很多很多能量 還有很多很好的回饋 然後我覺得我目前碰到的學生 其實很多也都有雙主修啊 或是修了不同的學程 跟我當年念大學的時候不太一樣 我們那個時候好像不是很流行 做雙主修 好像也沒有就是做不同的學程這回事情 所以我覺得現在 學生有這樣子的機會很難得 其實也很寶貴 因為他們從大學時代就有機會 學習不同領域的學科 而且是進入就是很專業的領域 然後所以學生其實不管是他的專業能力 還有他心理的成熟度 其實都還蠻高的 嗯 所以我們今天呢 從老師在台灣的求學經過 然後到了英國 然後現在又回到台灣了 好 那就想要來問問看啊 老師最近有在聽什麼歌嗎 在聽什麼歌 其實我很喜歡就是 就是情緒血染引力很高的歌 然後所以如果是古典音樂的話 我就很喜歡浪漫樂派 或是印象派的音樂 然後不過呢 自從有了小孩以後 其實非常少有機會 可以好好的享受這些我本來很喜歡的音樂 然後目前聽的很多都是跟小朋友一起分享的歌 然後所以我就是想辦法要在童谣裡面去選擇 比較特別的童谣 然後所以我有的時候就是會嘗試 譬如說台灣的童谣啊 然後我熟悉的英文歌以外 還有一些歐洲的歌曲啊 或者是印度的歌曲啊 或是中東的歌曲等等 但是都跟童谣有關 好酷喔 所以是不同國家的童谣 小孩從小就渲染在不同的文化裡面 我其實在念音樂心理學的時候啊 就是書上都跟我們說 就是小朋友學音樂也是有黃金時期的啊 你如果從很小的時候就給他接觸不同文化的音樂 其實小朋友他以後對這些音樂的接觸度就越高 因為小朋友的咳嗽性是很高的 就跟我們學音樂 拼命在小朋友很小的時候就給他聽不同的音樂 因為我就是希望小朋友長大之後 會成為一個心胸開闊的小朋友 就不要聽到傳統音樂的時候就說 哎呀這個什麼歌是音不準這樣 就是身為就是學過音樂學的人 聽到這句話應該會覺得蠻傷心的 所以我希望我的小孩就是可以 成為一個對各種音樂接受度很高的人 然後咳嗽性很高的人 但是啊我的兒子他後來就是上了幼稚園 回家之後就會跟我分享幼稚園聽到的歌 其實都很好聽到很多童谣 然後我再放一些就是 就是奇奇怪怪頭要給他聽的時候 他就會說 媽媽我要聽那個什麼什麼什麼歌 就是他已經會點歌了 好像接受度也是跟一般小婆一樣 所以我特地營造的這個多元文化的氣氛 我不知道對他們的影響有沒有 就看以後長大了 我覺得多少都會啦 他可能就目前呢就是先社會化 或是說就聽幼稚園的 可是他的潛意識裡面應該還是非常的 可以融合不同的文化 希望講到以後這個會被喚醒 好有趣喔 非常謝謝王立晴老師跟我們講了這麼多 音樂相關的研究 謝謝 謝謝你們的邀請 我們會把節目提到的相關連結 都會放到show note 大家記得點開喔 好 那我們今天的聊音樂就先聊到這邊囉 大家掰掰 掰掰 謝謝大家今天收聽聊音樂 如果喜歡我們的內容 請到我們iTunes平台上 給五顆星病留言支持我們 那非蘋果的用戶也歡迎到其他平台 或者聊音樂的YouTube頻道 按讚分享我們的節目 在Apple YouTube和各大平台 訂閱這個頻道 就不會錯過我們每週的新節目囉 有任何想法或意見的話 也歡迎在平台上留言給我們 那我們下一集 再跟大家繼續聊音樂 掰掰